OK 将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不过这个练习里面的话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会多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的话 它是 这个叫laser 如果说将来我们放资料的话 一般是只能放一个 比如说我放一个字串 如果说将来你要放什么 一堆字串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是用一个laser 的形态 这个laser的形态 有点像其他语言里面的array 一个阵列 不过在这个laser里面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里面每一个资料 它可以是不同的形态 OK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那个easeer里面 反正easeer里面你丢什么 你可以丢一个文字 丢一个数字等等的 它其实丢什么 它就是什么 OK 所以这样的好处 就是 可以呢 预先不需要知道 也是一样的大数据分析的 那个定义里面 知道来人不确定的话 那不过呢 如果说我今天丢了一个 一个串列 那我希望观察 它里面 把里面的资料 调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就是一个 有一个index 那index的话 从零开始 所以如果我要抓第一个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什么 x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中瓜胡 然后里面的话 你给它零 如果你抓到的话 就是抓第一个 意思是你推 OK 所以它的顺序不是从1开始 不像以色列里面 第一列就第一个 它从第零开始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一个type 将来如果说呢 你假设写程式里面 经常遇到 就是你形态错误 那你要想说 到底为什么形态错误 你可以把它type出来 它会告诉你 那个变数里面 它里面到底是 放哪一个形态 是trim呢 还是int呢 还是float 或者less 当然这三种 是最常用到的 其他后面 当然还有 就是比较喊用 但是也会用到的 相关形态 像dictionary 像字典 后面也会提到 OK 所以我们先把 比较重要的 先把它拉出来 请各位练习一下 把刚刚讲的东西 也许你就做一个 简单的sample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x 就1 2到5好了 那我最后把它print出来 那里面其中 x4 刮52 特别注意 如果我刮52的话 请问是 回来是多少 OK 对不对 所以0 1 2 刚好它就抓到2 所以它print出来 就会是我们的结果 请各位待会 也是一样 建一个新的module 所以这个module的部分的话 一样 我刚刚早上讲过 你就直接在这上方 src上方按右键 那一样new的话 new的话 预设理论 应该是会给一个 预设 我们跟other 在other里面 请你找到module 其实下一步吧 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module名称叫什么 也许你就打一个 变数 VAR好了 OK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 这个地方 他会问你templates 那你就直接把它cancel掉 这边也用cancel好了 直接把程式打在这里 当然这个我程式其实 我先偷懒一下 云单上其实有这一串 OK 那请各位试着打打看 因为大家了解一下 相关变数 对这个 这个指定跟输出 OK 把它print出来 把这个 就是把它这个printer OK 那最后结果就出来了 另外呢 其实 我刚刚提到 就是一个串例里面 你也可以给不同形态的 比如说我今天 我这个3 假如说我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可以放不同的资料 或者你这边4.0也可以吧 假如说这个前面两个是整数 后面是 那个字串 然后最后一个是 辅典 它也会print出来 那如果说假如 你最后print了 这个假设你要知道说 它的形态是什么 那个什么 在外面包一个什么type type 然后你就把它刮入 包在外面 它会告诉你 你这个print出来的结果 它会把那个形态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 它会跟你讲 它是一个street 它会出现class 它是类别 是一个自传 好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